主席 主席 各位先進 我本來準備的PowerPoint 不過我想這個 因為還沒setup好 所以我就用口頭上報告 我想今天的 這個提案 所得最好66-9 這個重點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把我們的 未分配盈餘 因為我們所得稅 營業所得稅 從25%降到17% 他的實質稅率 那麼跟個人的中所稅 最高的40% 差距拉大 所以我們希望 就稅制的公平來講 合理來講 他應該把它做適度的調整 那麼換言之 我們原來的 如果克25%的營所稅的話 那麼他的實質稅率 就是 0.25加 0.75乘以 0.1 因為未分配盈餘 克10%的 不應分配盈餘的稅率 所以等於32.5% 那麼如果是 克17% 那麼就是 0.17加上 0.83乘以 0.1 等於25.3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麼他跟 個人的 所得稅率最高的 40% 相差 將近15% 這個差距 也不能說 不大啦 那所以 我具體的主張 就是把這個 10% 提高到 15% 那就變成 0.17加 0.83乘以 0.15 等於29.45 這樣子 可以拉近 跟40%中間的差距 這樣一來的話 可以進一步的 來 來稍微的 阻止一下 那麼 滿多的企業 他是不願意去 發這種的 分配盈餘 這是第一點的報告 所以 純粹從稅制的 公平的角度 來看這樣的事情 那麼第二點 就目前來講 我們整個的 上市公司 98年度 未分配盈餘的 總數是 1741億 佔整體的 上市公司的 稅後的 淨率 8000多億的 20%左右 上貴公司 我們98年度 未分配盈餘是 131億 佔整個的 稅後的淨率 有 25% 換言之 上市公司 20% 不分配 上貴公司 25% 不分配 而在於 如果 加上 加上 說 我們剛才是 上市上貴 如果是所有的企業 上市上貴 加上一些 沒有上市上貴 全部加起來的話 我們大概 七十幾萬家的 加速 那我們現在 這個 申報 就自報 自己的報 繳稅的 大概是四十幾萬家 四十四萬左右 所以大概 將近六成 所以我們現在 分配盈餘的 分配盈餘的 全部的 大概六成左右 上市上貴 上市大概八成 上貴大概七成五 所以這樣的數字 我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說我們整體的 大概是六成 有分配 這個盈餘 上貴的是七成五 上市的是八成 那 這個一來的話 我想 如果 我的法 能夠 能夠得到所有委員們的支持 如果讓它順利通過的話 我所了解 根據財政部的算法 根據財政部的算法 大概每一年增加的稅收 是一百多億左右 大概一百四十幾億左右 那麼這些錢 因為是兩稅合一 所以其實是 還是分配到股東裡面 分配到股東裡面 報索的稅 一樣還是可以報過來 所以 這裡面就看錢 往什麼地方跑 而且最後一點 我想要強調的是說 我們現在常常進出的 一些的投資戶 大概有三百萬戶 假如 假如 我們現在上市上貴 加起來一千 一千八百多億 如果能夠增加分配一半的話 九百億的話 那麼 我們大概就 每一個 每一位投資者 可以增加三萬的 一些他的收入 就鼓勵了 我想從這幾個角度來講 這樣做法下來 第一個比較符合 稅制公平 第二個 以現在來講 我們社會一直很在乎的 這種貧富差距 我想也可以縮短 大家所關心的貧富差距 應該 應該是很值得 各界來 這個期待 也拜託各位 委員能夠來給我們支持 這樣的一個法案 我想簡單的 法案說明 請各位指教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提案委員 我們賴委員的